妃嬰 妃嬰 歡迎收看 一年電視台 那今天這個單元呢 因為很多男生對女生有問題 然後很多女生呢 對男生有問題 所以呢 這個單元是我跟部長為主key 就有時候是我對他發問 然後有時候他對我發問 然後奇葩呢 他會以一個 就是 戀愛大帝 就是資深戀愛大帝的方式 在旁邊就是做一些註解 但是在那邊強調他戀愛經驗值是零 不是因為剛剛我們在Re稿的時候 他就在那邊說 可是我覺得這樣子 男女之間戀愛說那個錢的時候 然後他就講了一副那種他很懂的樣子 其實他根本就沒談過戀愛 今年三十歲 OK 三十歲 對啊 不好意思嗎 好啦 接下來就我跟部長的時間 好 我們的時間歡迎部長 嗨 哈囉 長 那我要問你問題囉 你去做啊 對啊 誰叫你停啊 好嘞 為什麼 我覺得我代替很多女生來發問 為什麼很多男生追到女生之後呢 態度會從櫻木花道變成流川風 因為我覺得齁 男生就是 一個喜歡破關的生物嘛 嗯 然後咧 所以就是當你破關了之後 就是 對這個女性可能多多少少少會有 就是態度會有點轉變 那我們要怎麼樣讓男生一直維持 就是在櫻木花道的狀態 女生齁就是要像Candy App需要做一點更新 那要怎樣更新譬如說我要怎樣 我要是什麼關卡 就是要可能要設定一些小驚喜 小驚喜嗎 像是一些性感的A或是 什麼之類的 維多利亞秘密 啊我知道喔 你是不是喜歡就是那個女生穿運袍 然後一打開就是 講今天晚上Special 就是要改變那個模式啊 改變那個模式 就是要改變原本做這件事情的模式啊 原本可能是1 2 3 你改成 3 2 1 你改成1 3 2 男生就會 喔 其實我聽不太懂的 是啦 譬如說原本是先接吻 然後再上床再睡覺 然後改成先睡覺再接吻再上床 是這樣的意思 所以先睡一場覺 然後 就是先睡覺 然後反而先 欸欸 喜愛喜愛 然後 你去做 在檔事嗎 是這樣意思嗎 就有點像是原本可能就是 你做 呃 只會跟男生這樣這樣做 但你就是增加一點東西 平常你不會對他做的 喔 就要來一點Special就對了啦 對 嗯 對啊 所以那些女生會感受男生沒有穿風 是因為他們沒有做這些事情 就是 表示已經比較無趣一些了 我要怎麼樣就是沒有讓你們一追到手之後 你們還是就立刻被女生穿風 你就是要隨時給男生穿風 好難喔 因為我知道了 沒有說你接下我 因為你男朋友我接他 堵他 就直接堵他按門鈴 說欸 寶貝我在你家樓下囉 然後 然後就穿了 比基尼 這樣夠驚喜 這樣會滿不爽的好不好 就要穿比基尼啊 迎接你啊 然後為什麼那個 很多女生就是很抱怨說 男朋友為什麼那麼的髒跟不修蝙蝠 哇 一開始我也是滿 沒有在注意這方面的 因為現在當偶像 所以要知道是不是 因為有表姐的鞭齒啦 對 對我跟你講 我那個他 皮膚科還是我 皮下去看的 明明就是在他家對面喔 還有我用B的 他還說什麼 蛤我不知道怎麼看 就電腦卡拿出來 我們就得了嗎 他用電腦好不好 起來回答 起來回答 對啊 不知道怎麼看醫生 而且你直接台灣了 又不是你直接在美國 對 起來 對不起 對 道歉 道歉 對不起 對啊 男生為什麼看醫生 會有這麼多糾結 我真的不懂耶 那好 那為什麼男生都不修蝙蝠這件事情 你要回答一下嗎 我覺得男生就是懶惰啦 所以如果女生鞭策你 就是欸伯伯你今天跟我去約會的時候 你可不可以穿哪件哪件你會聽嗎 對 我覺得如果女生主動一點 去跟男生講說 就是要怎樣怎樣 幫他就是 弄好之後 對 男生可能會比較有個方向 所以你們就是一個迷途的羔羊就對了 對 對 像我之前就比較沒有方向說 該怎麼樣這樣 沒有穿搭的品位 對 對 他們就迷途羔羊啊 所以他們整天會打到一隻洞嗎 對啊 你們整天就有電動 你們電動裡面就不會迷失 然後但是就是這方面就要靠我們就對了 對 就是要麻煩各位女性朋友 對 喔好 那所以女生就不要抱怨男生就是不修蝙蝠吧 對吧是不是 資深戀愛大肚子 可能你要就是 對於男友穿著過頭女生 像你本身 你有個親戚比較特殊 他本身就是打扮過頭的一個男生 真的 那那個打扮 因為這樣打扮過頭的男生就是 其實也蠻令人困擾的 你們 我們抓頭髮抓兩小時想怎樣 抓不好再去 像也很煩啊 我跟你講打扮過頭就是gay會很重 那完全不打扮就是又不好看 所以他自己就是一個天平 所以抓一個自己適度的 欸請問一下他已經 對啊他已經掛了 就抓一個適度就對了是不是 反正如果今天問這題的話 女生如果你覺得男生不修蝙蝠的話 你就想辦法幫他帶他去買衣服 對 跟幫他打扮然後壓他去看皮膚科 如果他問你說皮膚幹怎麼看 你就多健保卡拿出來就可以看了就這樣 好如果表弟妹 如果你是男生的話呢 如果你對女生有什麼問題 你在下面可以直接留言問我 或是問部長 那如果是女生 你對男生有什麼問題的話 你可以直接留言 因為我們會統整問題 然後譬如說 下一集或是下一週 這樣下個月就可以問出來 最後就是要宣傳我的YouTube頻道 因為我本身粉絲團已經快25萬人 但是我YouTube頻道現在幾萬人 一萬多人 那其他24萬人死去哪裡 我還是不知道啊 你們24萬人死去哪裡 所以呢麻煩你們要訂閱一下 我的YouTube頻道 還有那個部長 部長在這 部長的YouTube頻道 好下週再見 掰掰